在台灣呢 一直是被視為豪華品牌 主戰場的中大型主管房車 向來有著不可被撼動的地位 如果你想要選擇一台 優質高階的主管房車 或者是你是自駕的消費者的話 在市場上面有哪一些選擇 是非常適合你的呢 而在全球風休旅的狀況底下 大家會發現說以往可能會能夠 彰顯這個射精地位的主管房車 是不是已經從房車變成了休旅車呢 最近我們看到在台灣市場上面 豪華品牌都紛紛推出了 新年式的車款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來型男帶我們來看看 向來是以SAV 獨牌綜藝成功帶動了這個運動休旅浪潮的 B&W的X家族當中 其實X5有著非常優異的銷售成績 同時也相當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那今天來我們棚內的 這個是B&W X5的新年式的車款 對 它來的其實現在總代它帶的這個車型有兩種動力 基本上有這個XDrive的25D 2.04缸的柴油 波輪增壓 那今天來的是XDrive的40i 就是他們家3.0直6的汽油的動力 然後現在2022年 當然它有搭載的這些比較環保間的 所謂48V的輔助的動力的配置 了解 所以如果你喜歡X5的話 它有兩種動力 一種是柴油 一種是汽油 然後有四個車型可以選擇 對 那價格的話 那柴油的話稍微低一點 大概290多萬到320萬 那汽油的會稍微貴一點 那它從有這個入門的豪華版 以及今天來的算是汽油40i動力的頂規 它叫旗艦版是382萬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X5這個旗艦版本的話 在新年式的更新上面有哪一些 我們可以值得跟觀眾朋友分享的 那基本上其實現在這代X5 它在外觀的上都是採用 所謂的XLINE的外觀的套件 那在外觀的上 當然這一代的話 它就是有用了這個類六角形的 蠻大尺寸的這個雙盛型的 連在一起的一體式的水箱護罩 但是它其實蠻多細節 在這個XLINE的這個規劃上 像你看它的外寬 是比較豪華的鍍鉻的比照 中間是比較霧面銀的 然後它也有一些進氣的 AER這種進氣的這個 AER CURTEN的起閉功能 就是主動式的進氣調節 是的 它在前後的下護板 又用了一些銀色的材質 來作為這個XLINE的一個辨別的特徵 然後你看它的頭燈 我覺得做的這一代 雖然跟水箱護罩是分離式的設計 但它也都基本的全LED的光源 也提供很好的照明的效果 然後在這個燈距的上緣 然後以及包幹兩車七霸 也可以看到XLINE 它所有的這種銀色的一些點綴 我們看完車頭之後 接下來看一下車側的地方 對 其實你看到車側的地方 你就會覺得 其實S5的這個視覺的張力 是很薄的 因為它的尺碼 其實基本上蠻大的 那旗艦版跟豪華版 大概有這個30萬左右的價值 那外觀上辨識的話 基本上原廠就讓你的胎圈 從19吋這個入門 到現在是配到了20吋 也就是新年式 它變成20吋了 20吋 然後是前275後305的胎寬的配置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也不錯 就是這個登車踏板 加分加分 因為你知道 我們剛剛講車高174 所以它的這個高度上 就是這種SUV 所以有了這樣的話 對身型比較小的 或者是長輩 小朋友 上車會友善很多 我覺得有這個登階踏板 我爸爸一定會非常喜歡上我的車 是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在後方的地方 因為尤其這種中大型的休旅車 大家更在意的是 行李箱空間的運用 對 其實那我們在開它的箱門之前 還是簡單看一下 它這個 我覺得跟頭燈也算是一個呼音 滿細節感的 一個這個尾式光條 中間包的是這個方向燈 以及後霧燈相關的功能 它也是3D的這種立體設計 然後後面也有跟車頭一樣 這種銀色的外觀的事件 那S5大家最有印象 就是它這個後尾箱門 是上下對開的兩段式 當然它有電尾箱門 然後它也因為它是上下對開 所以下面你再按一下 它對開以後 其實這個對於開這樣大車 我們剛剛一直講近5米 如果你今天去了賣場 可能後面預留的空間不夠 或是你家的車位 它改由這樣的兩段式的話 可以讓你節省一些門的 預留的空間 對 很棒耶 對 那當然 你在上下東西的時候 多了這一段的輔助 也可以有一些輔助 因為它基本上 因為車高比較高 對 所以它多了這一段 讓你上下東西 這邊也有防滑的話 搬運行李會比較方便一些 你知道我就是因為我看到X5 它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非常好 為什麼其他的休旅車都沒有 然後有一個朋友跟我分享 他就說 他幫他的孩子換尿布的時候 他就放在這裡 這就是尿布台 我說這個也太紅了吧 這個應該對爸媽節省腰力 還不錯 你這樣講真的 是 媽媽就超愛這種的 這種配備真的超棒的 但是你收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一個防呆是不是 一定要先收這個下面 然後再弄上 對 它基本上你要下面 先把它拉上去 再把它蓋起來 那其實我們還是看一下它的空間 645公升 那你後座也可以再前起 擴充到1860公升 然後它也有一些細節的 這些空間的規劃 這樣買裡面還有好深喔 對 是有一個停桿的 這個搭起來 很好的手感 那下面雜物 都往下面丟就好了 對 上面維持一個乾淨度 然後旁邊像掛鉤啦 充電座 都是算非常齊全的 是 果然是豪華品牌的 休旅車 ACE AV 是 好 那我們看完了新年式的BMW X5 它的這個外觀的部分 甚至於行李箱 謝謝行男 謝謝 接下來 我們帶著觀眾朋友 一起進到車內 Michael帶我們來看看 是 新年式BMW X5 其實有滿香的一些配備 還有很多高科技化的一些 內裝的鋪陳對不對 好的 你看我們坐在這個車廂裡面 這台就是旗艦版的 配備上面是多到 多到 確信很滿了 對對對 已經滿到天了 但是在這台車上 我們看到它的中央的鋪陳 它中央鋪陳 你看到的是一個六角形的 這樣子 它把這個整個視覺呢 鎖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的設計呢 是從這個X5開始的 從X5開始的 它又是在那個時候推出的時候 把這個設計成為一個新的BMW的家族的 內裝的一個指標 這也是非常漂亮的 它讓這個中控台看得比較簡潔 然後把這個這個焦點呢 可以放在中控台的出風口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這台車子呢 是有頂級的水晶套件 對 騎中板才有的 頂級水晶套件超漂亮 剛才我們講的是 它是那個施華洛士奇的水晶 中間的這個iDrive的旋鈕 然後它的排檔座 還有甚至這個 還有它的引擎的啟動的按鈕 關掉的按鈕 也都是水晶的 那這個東西讓整個車子非常有質感 那只會因為這個水晶套件 就讓這個車子看起來漂亮嗎 當然不是 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中控台 中控台通通都包上了SensorTag的皮質 這SensorTag皮質呢 是我以前的車子 全車就是用SensorTag 就包上椅子都是用這個 它雖然不是真皮 但它非常耐用 質感也很好 然後也好清理 也好清理 所以它包在這個上面 第一個有質感 第二個你不會因為真皮 生怕太陽曬了 它會崩壞或是什麼的 尤其在這個門把手的地方 也都有 對 也都有 那門把手就是真皮的啦 門把手是真皮的部分 對 也是提升整台車質感 最好的一個設計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看到了 為什麼它除了 這種豪華的氛圍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科技感 是 中間 中間的這個中控螢幕 還有它的儀表板 通通都是12.3吋的大面積的 你這樣看起來科技感就相當的漂亮 加上它車身還有所有的這個環境的氣氛燈 對 還有好幾色可以變化 就整個看起來的氛圍 在色彩還有這個螢幕上面 就給你一個除豪華之外 還有一個很科技的感覺 當然除了你剛剛講豪華高科技 它甚至於在車內 它既然是屬於這種休旅車的設定 全家人都會使用對不對 然後除了駕駛者喜歡之外 它還有一些溫潤的感覺 所以它配上了一些 對 它是一個洋木紋的 在旗艦板上面配的是洋木紋 它的木紋你可以看到它的品質 而且它其實也有配一些 你看像它的那個 就是無線充電板 它也有對不對 好 然後充電的這個插孔也在這個地方 當然它一定有這個 它用的是i- 無線Apple CarPlay CarPlay還有Android Auto 都是無線連結 這個我用我的手機 已經把它連接上去了 所以大家看到 現在這個螢幕就是無線連結 那我這個有Spotify 所以它裡面可以聽到我的音樂啊 等等的 然後可以看這個 很大的地圖 Google Map 對 當然是Google Map 同時也是連結在這個 你的這個數位的儀標板裡面 如果你用Google 就用Apple的那個裡面的地圖的話 它會投射在上面 對 它也會投射在上面 這是非常好的設計 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我們再看到 它這邊 你發現好多按鈕對不對 對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便利的設計 我們不要把所有的東西 都把它融進在這個螢幕裡面 像這個都是快捷鍵 嗯 我們這樣掃過去的時候 從螢幕上面可以看到未設定 有 只有一個 比如說 比方說我現在在CarPlay 我就把它儲存成 它是Apple CarPlay 對 你把所有的快捷鍵 設定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要按什麼東西 都非常的方便 對 另外我還有發現一個東西是 以前我做X5的時候 我會覺得它的座椅偏硬 但是我現在坐進來 我覺得它怎麼 發現它比較軟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在這個 新年式的X5上面 這旗艦款 它直接標配了 更高階的舒適型座椅 就把之前比較運動化的座椅 變成了舒適型的座椅 對 因為一般的這個跑車 運動型的座椅 它的兩側 這個支撐會比較高 會讓你覺得 稍微比較不舒服一點 包覆性比較好 對 包覆性比較好 那在這個舒適型上面 它稍微降低一點點 讓你這個身體的 移動的範圍稍稍加大 然後剛剛你做起來 它感覺這個質感更軟 座椅的皮質好像也不太一樣 感覺它可能是這個 裡面的填充物 瓦克這個房間的設計 有讓它強化舒適性的表現 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椅子 能夠在上半部的地方 上背嗎 上背的地方 做單獨的調整 所以你看 有 你看你這邊才調整的時候 螢幕上面就有 這個是整張洞 對 但是我可以同樣的 上背的地方 它的上背的地方 你的上背跟我的上背就不一樣 你上背有肉 我上背可能沒肉 我就必須要做調整 這就是B&W一直堅持的東西 它是以這個駕駛導向 為設計風格的這個車款 了解 所以就從18項的調整 變成了20項 因為它多了這兩項 我記得之前我們介紹過 B&W X7的時候 是 它就有這個 你看現在X5 本質不同 對 已經有X7這樣子座椅的調整 現在它已經列為它旗艦版的標配 另外你看到了全景天窗 大面積 大面積的 這個是對於休旅車 我是非常喜歡天窗 我是天窗控 天窗是一定要有的 尤其是像這種大的車子 你後座的 它延伸一直到C 快到D柱了 這樣的範圍 這麼大的範圍 可以讓大家的整個 車內的通透性 通透性壓迫感 都會變得非常的 變得比較好 對 對 甚至於我們在看到 就是擋風玻璃上面 它有一個5AU 三眼 三顆眼睛 對三顆眼睛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整個輔助的系統 主動的駕駛輔助系統 已經是5AU的系統 你這個東西要操作 很簡單 它也有一個像快捷鍵的 就是像這個綠色的按鈕進去 你如果要全部啟動 你可以看到 它就當然就全部啟動 它就是一個最完整的 一個安全的設定 那如果在Individual的話 個人的設定 你就可以看到 它有多少東西可以單獨 你自己可以去做調整 ACC 預碰 轉向介入 等等的 都在這個上面 這個 這個都是在iDrive iDrive 7 7.0 裡面有的這個界面設計 這個我相信冠儀 也是很熟悉這樣 因為之前的X6 對 所以其實車主只要花一點點時間 就可以知道說 我應該怎麼去做一些調整 跟你的車越來越熟 你就會覺得這台車 真的全方位 在保護你的安全 但是除了駕駛座 我們前座做得很舒服 那在後座的部分 其實它的空間也非常夠 你看我們攝影大哥 他坐在後面 他兩腳開開 而且他坐中間 對 他非常的寬裕 他的縱向空間 橫向跟他的頭部高度 都是車中的不錯的表現 是 因為他的軸距 他的車場也夠長 然後在這個中大型的休旅車裡面 他的確在空間的表現 任何一個座位 坐起來都極為舒服 不會有壓迫感 四驅恆溫空調 前面你可以專屬你的 我可以專屬我的 後面的兩側的乘客 都可以自己調整 自己的溫度跟風量 了解 難怪你說是豪華 豪華 所以不論前座後座 都可以感覺到 邊座有這個SAV豪華的程度 中文字幕提供